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是美中时间2021年9月14日,下午5点07分,股市呢是刚刚收盘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可以说是按着预计的方向再花大顶了啊,这个道指呢下跌302.2点,跌幅0.87%,标普500下跌22.82点,跌幅0.51%,纳指综合下跌67.8点,跌幅0.45%, 罗素的话呢跌得更狠了,是1.27%,所以今天是这么一种情况,为什么今天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公布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的核心CPI,核心CPI的话呢,它是这个通胀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了,它呢是根据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和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的指标,通常呢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所以呢美联储呢是参考该数据呢调整货币政策,进而影响短期内美元汇率的这个走势,所以预计值的话呢是4.2%,实际值呢是4%,也就是说呢通胀还是有所回落的, 我们看前值啊上一次的话呢是百分,实际上呢是4.5%了,所以现在4%,4.3然后4,再往前是4.5,3.8, 所以已经从高值呢开始往下回落了,所以慢慢的话呢可能会回落到正常的区间, 然后因为这个数据的出现的话呢,还有季末CPI了都做了这个调整,都是比预期的要好的, 公布值的话呢都是没有像预期的那么高了,最后就接着这个核心的CPI了, 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美联储呢就要提前考虑这个加息的问题了, 这个三大股指呢都是高开,然后低走了,导致呢初步收跌是0.83%, 金融啦基础材料板块也拖累了大势,苹果呢收跌了0.96%, 我们可以考虑呢这个秋季发布会呢也缺乏亮点了, 今天这是他做了这个秋季的这个发布会,缺乏什么亮点了, 所以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然后的话呢,导致的成分股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收跌的了, 可以说,也是表现的小盘股的跌幅呢是1.5%, 表现的是逊色于大盘指数股的,所以整个整体的话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为什么呢,也今天的话呢美国银行股也是普遍收跌的, 主要是追随着美债收益率的这个跌势,此前的话美国8月的核心CPI呢意外下滑了, 这就导致这个银行股的话呢美债一跌的话呢银行的利润就会下降了, 所以银行股的这个估值呢也会下降,然后我们看这ETF的话, 美股行业ETF几乎是全线收跌了, 除了只有半导体涨了0.1%之外,像什么银行, 区域银行,能源,金融,全球航空日用消费品, 都分别是有2.1%,2%,1.4%,1.3%,1.2%,0.4%的跌幅, 然后标普的500个板块当中11个板块下跌了, 能源板块,金融板块,原材料板块,科技医疗板块, 都是下跌的,分别是1.5%,1.4%,1.2%, 医疗和信息板块呢是跌幅最小的了,0.1%, 然后美股各类大资产ETF的话呢,这个是涨跌各异了, 国债20年的ETF呢涨1.2%,然后恐慌指数做多呢涨1.4%, 像罗素的话跌1.3%,标普500ETF接0.9%, 新兴市场ETF跌0.8%,道指ETF跌0.8%,标普500牌ETF跌0.5%,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了。 也是出现了这个石油和光浮类股票呢也是普跌的, 所以今天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说的那个花大顶了, 可以看出来现在日线、周线和月线的三线重合之后的话呢, 确实是花了一个大顶给我们,一会我们会仔细看一下。 苹果的话呢,今天发布了iPhone 12价格呢, 发布会之后呢,这个iPhone 12的价格是大降的, 新价上iPhone 13系列产品之后呢, 苹果下调了部分iPhone的这个销售价格, 其中iPhone 12 64G版本的话呢,价格为5199元了, 然后叫发售价呢下降了1100元,这都是人民币了RMB, iPhone 12 mini的话呢,收价4499元, 叫销售价格下降1000元, 所以整个的话呢,iPhone 12 Pro呢, 出一位上架的这种状态了, 所以整个都下调了它的这么一个估值吧, 或者是预期,所以这也导致今天苹果呢, 也是出现了这个大跌。 不过他们这几个股票的话呢, 我都说过这个周线呢和月线的话, 大线大的框框条条呢,实际是一直是普遍向下的, 所以它日线向上走呢,不会走得太坚挺, 都大部分呢都是什么呀, 持续的那种阴跌的状态了, 所以根据这个美联储观察的话呢, 美联储九月份呢,利率维持在0%到0.25%区间呢, 概率为百分之百了, 加息25个基点呢,概率是百分之零, 但十一月份的话呢, 利率维持在0%到0.25%区间的概率仅仅是百分之九十八点三,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百分之一点七, 十二月的话呢,也是百分之九十八点三的维持不变, 然后加息25个基点呢,也是为百分之一点七, 所以现在加息就说明是要提前了, 原来的话呢,我们考虑加息可能是明年,明年初, 或者是明年中期中后期才考虑, 先把缩减购债了,什么减, 就是都解决掉之后呢,再考虑加息, 现在的话呢,这个加息就提前到今年年底了, 11月份甚至12月份就会考虑到加息了, 所以这也导致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出现了这个美股的这个大跌了, 所以美股还是很给力的啊, 看到这个有这个问题之后, 赶快就及时矫正啊, 出现这个大跌,让我们散户们呢, 给我们一个机会说白了, 我前一阵就跟朋友们已经说过了, 现在已经是高点了,不可以再入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只要它逢高的话,逢涨的话呢, 必卖,现在能清仓就清仓, 然后能储留现金,储留现金, 因为它一定会出现一个画个大顶往下大跌的, 所以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来进行的了, 所以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的话呢, 应该是,所以说是意料之中吧, 基本上也都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的, 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意外的, 所以现在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肯定是在前期都已经做过高位的减持了, 也都已经获利套现了吧, 所以也没什么意外的, 这一阵呢,我就是也做的不是很多的视频, 有的时候还会出去玩一玩了, 劳动节像Labor Day,我都出去玩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波澜壮阔的地方, 一个是市场呢, 要不然在那横着不动, 要不然呢, 它就有点消息就要下跌, 涨的可能性呢, 说白了, 是非常非常小的现在,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跌, 所以我们, 而且跌的话呢, 它现在又目前又没有跌到底,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也没有什么补仓操作了, 或者是一些保护正骨了什么的, 我们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做, 因为正骨我们在前期的话呢, 已经是做了这个获利了, 但如果说做空的话呢, 或者是做那个, Bipotler这一类的话, 又不值得, 所以我们的话呢, 我们觉得没这个必要, 所以就让它即使空着仓就空着仓吧, 不管它了,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了, 所以昨天的话呢, 它们都是涨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进行加仓, 所以还是非常正确的这么一个决定啊, 可以看, 看出来是, 今天罗素我们先看一下跌了1.27%, 我们看开盘的时候呢, 实际还是不错的, 开着还是一个小低开的, 之后的话就一路开始狂奔的往下下泄了啊, 尾盘稍微收复了一点湿地, 最多的时候呢, 它跌了2%了基本上都快, 所以尾盘稍非收复了一点湿地, 跌了1.27%, 尾盘还有大量的这个买单进入, 所以呢, 说明还是不错的, 但是跌到底了嘛, 我认为个人认为啊, 没有跌到底, 还早早的, 还早早的呢, 现在最最佳状态的话呢, 就是它能够在这个216止住了, 217这个位置止住, 如果止不住的话呢, 我们下面下方就到哪去了, 就探哪去了, 就要探210块钱这个位置去了, 如果再止不住的话呢, 就是花大顶了, 就是往下走了, 在下方至于这个204, 206这个位置能不能止住, 我估计是很难止住了, 就会画一个大顶, 跟着什么呀, 周线和月线呢, 一下就下来了, 现在看这个月线,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死亡交叉了, 所以我估计9月份, 10月份的话, 甚至10月份都会是这个向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 月线不好的时候, 周线就很难起来, 现在看周线也马上要出现死亡交叉, 周线不好的时候呢, 日线也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它向上走的话呢, 也不会走得太强势, 很多时候呢, 会出现这种阴跌了, 阴跌的话呢, 就不是说一两天的阴跌了, 这种月线和周线都是向下的这种阴跌, 跌起来的话可能要, 小的话呢, 要两三个月, 一两个月, 大的话可能持续半年的都是有可能的, 像一些个, 就是当然就一些个股了, 它进行调整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ETF呢, 相对还稍微好一点, 我们认为它还是总体的整体的, 我们还是向好的, 所以还是逢低做高的, 逢低做多的, 没有想着让它就是, 没有想着做空啊, 我们是不打算做空的, 做空美股风险是非常大的,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如果它真的是, 就是11月份加息的话呢, 板上钉钉着这种事情的话呢, 或12月份就加息的话, 股市的话就回调20%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0%的恐怕都止不住了, 到时候20%的回调的话呢, 那就要到183或190的这个位置去了, 所以那会儿我们就再说了, 现在目前的话呢, 不是入局的好时刻, 也不是加仓的好时机, 所以我们接着等就好了, 这个罗素的情况是这样子, 虽然看着后面是有, 是有一些买单, 那看见没有买单实际上非常小的, 100,200,300,500的这些都不是大单了, 所以基本上大单实际是没有的, 还是小单在买, 说白了就是散户的话呢, 再追, 然后再给那个等散户韭菜呢, 疯狂成长可以说啊, 等着机构去割,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了, 机构的话现在恐怕都已经出空了, 我觉得跟着我们前几段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我估计那个时候就是在疯涨的时候, 机构肯定是会出货的, 所以那时候的话, 大家不是看到那个美联储的那个卡普拉也说吗, 他还准备9月份呢, 把所有的这个资产呢卖掉, 然后等回头呢再买进这个ETF了, 或者是个股资产了, 他说的是, 所以我认为他, 当他说这话的时候, 实际上他估计上已经卖掉了, 因为在这个8月份, 一直到8月底, 到9月初, 9月1号之前的话, 他实际是有一波非常不错的这个涨幅的, 所以在这波涨幅当中, 而且很多时候是那种故意的那种机构出货拉高的那种涨幅, 那种跳涨, 所以这时候他我估计很多时候, 可能很可能他们这会儿都已经卖掉了, 是在那个涨幅当中卖的, 人家一般都是给我们消息都是放的晚的, 所以我们散户的话呢, 听到消息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 我们就要注意下一步怎么布局, 就是防止就是在收到这个信息了, 实际上当卡普拉就是他发出他的信息说, 哎呀我手中持有什么什么股票的时候, 那时候疯狂的, 那几天是涨得非常好, 散户也疯狂的买进, 那时候肯定是在那几天, 我估计卡普拉就把他的股票都已经清仓了啊, 都已经卖掉手持现金了, 因为那几天涨得确实非常好, 也是股市最高值的时候了, 就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咱们听消息的话呢, 一定要是带着分析的去听, 不能就是人家说什么咱们就信什么, 然后看一下这个温盖的VV了, VV这个是标普500的这么一个标的, 今天也是跌了0.54%, 走势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高开了, 然后一路就狂泄了, 狂奔下来了就, 基本上走势都是一个一个图形了, 而且他的一个周线的话呢, 今天是确实有划出四叉了, 昨天是出现四叉, 今天也是了, 往下走, 顶背离这个已经有很久了, 所以这个月线的话呢, 今天也是出现了死亡交叉,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放大了就可以看到, 看见没有, 今天是出现了死亡交叉, 这就意味着什么呀, 大顶开始了, 我们大家都等着吧, 所以现在的话补仓的位置, 我当时跟大家说过保守的, 就是激进的位置199这个位置, 能止住不错, 就半年线了, 不住的话很有可能的话, 一年线183等着了, 再不行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大顶, 还得往下走了, 20%的回撤我们是保守估计了现在, 不是说激进的估计了, 原来我估计是10%左右的回撤, 10到15的回撤, 如果他真的加息考虑上去的话呢, 再加上Data病毒不好控制, 再加上就业的话呢, 也不是很紧切, 这个再往下走的话呢, 大跌起来的话跌20%是, 可以说是保守估计了, 跌3%50%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30%或者40%吧,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像去年3月份那种大跌, 而且这次大跌之后, 他不会像去年3月份那么强劲的反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大跌的话, 整体的话是, 对这个股市估值的这么一个相当于调整, 它是符合这个目前的情况的, 因为现在美国的股市是普遍是高估的了, 所以他回来进行一个调整是,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么一个adjustment, 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么一个调整的事, 所以是符合这个逻辑的, 也符合这个PE ratio的各方面都是符合的情况的, 就应该是有这个调整的, 才符合他现在的这个盈利情况, 可以撑得住这个股价, 除非就是这个, 这个个股的话, 除非他盈利情况非常的强劲, 才可能涨上去, 否则的话, 我认为他跌下来是实在是太正常了, 就应该这样跌的,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他再加上这个data病毒变异, 然后美国到底能不能控制住, 然后这个打疫苗之后呢, 如果还是人弄得不行的话, 就业还是不行, 各方面都不沾的话呢, 这很有可能的话, 这个跌下来后就再回去的话, 就不太容易了, 不像去年那么强劲了, 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纳指QQQ的话呢, 今天的话呢, 看尾盘有大单的买入倒是真的, 但今天的话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大跌, 跌了0.28%, 说大跌实际也不算大跌了, 我觉得他跌上1%2%才叫大跌, 今天开盘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非常强劲的, 涨的是0.6%的时候, 0.57%了最多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一路狂卸下来了, 尾盘时候呢, 稍有所收复, 但最后呢, 还是跌了0.28%, 日线图的话呢, 大家看一看, 基本上到底了, 非常强劲的下来了, 周线图的话呢, 可以看, 昨天就出现死亡交叉了, 所以他这个周线图不好的话呢, 日线图是很难撑上去的, 就像我说的, 虽然已经到底了, 按理说的话呢, 日线图应该起来了, 但是他很难起来, 他可能出现这种连阴跌呀, 阴跌下去了, 然后今天的这个纳指的话呢, 月线图可以看见没有, 好像是也要出现了啊, 基本上快挨上了, 挨上之后的话呢, 也就是一个死亡交叉了, 到时候月线如果要是真的和周线, 日线重合起来, 这种跌起来, 大跌势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通道的上缘, 350块钱的话呢, 是保守的估计了, 很有可能就跌破这个通道, 回到怎么样, 弱势整理了, 他如果在通道上缘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认为他是强势的整理了, 整理一下时间换空间, 很可能再往上走了, 往上走, 探400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他要是这个通道上缘的话, 没有守住, 他在这个就是前期的这个整理, 三角形整理区间当中进行震荡的话呢, 很可能是就弱势了, 这种弱势的整理的话, 大大的方向的话呢, 是要向下走的, 就要探通道下缘, 而且甚至有可能是突破通道下缘, 走一个这个熊市了就是, 所以再看的话就是330, 我看324这个位置了就是, 如果这位置没有守住的话就掉下来了,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这一点了就是, 然后道指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道指的话跌, 现在的话是跌了0.81%今天, 道指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一路矿泣了, 开盘是小高开0.15%了, 后来一路跌下来了, 尾盘有所回收, 日线的话呢, 也出现了一个打印线,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周线图啊, 已经出现了这个4X好几天了, 三周了已经是啊, 所以他这个很正常的, 周月线图的话呢, 也是今天出现了4X, 所以月线图呢, 一出现4X的时候, 周线图是非常难起来的, 他有没有, 虽然周线图已经是跌的差不多快到底了, 这是月线图出现4X了, 周线图的话很难起来, 他也可能接着往下跌, 跌出一个大的回车, 所以就是像前方这种, 去年三月份这种回车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到时候的话, 我们要看这个半年线能否守住了, 也就是说286这个位置, 守不住的话, 一年线251能否守住, 如果再守不住的话, 再往下跌是有可能的, 一个大回车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绝对不是进场的时候, 即使它涨, 现在也不可以进, 所以朋友们现在就是卖, 逢高就卖, 逢高就卖, 逢高就卖就好了, 这种当然它跌的时候没什么可卖的了, 跌的话咱不能陪着本卖, 是吧, 但是的话要设好这个止跌止损点了,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如果确实是损失太大的话呢, 还是要出来的啊, 等到那个在下边的话再进去, 好, 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然后我说过这个微软了, 苹果啦, 谷歌啦, 他们这几个, 还有是亚马逊啦, 这些基本上的话呢, 可以说它如果要是光看它的日线图的话呢, 基本上是跌到底了, 应该是要起来的样子了, 看见没有, 都是要出现金叉了, 但是考虑到周线图的一直是在下线了, 然后这个月线图的话也要出现死叉, 所以它们能不能起来不好说, 如果它们起不来的话, 带动这个大盘呢, 可能也就起不来,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目前的话呢, 我们不能太高估这个美股, 只能说是什么呀, 保守的做了, 就是说大盘涨的时候呢, 我们赶快出仓, 大盘跌的时候的话呢, 加仓呢不要着急, 等它这个稍微跌的稳妥一些之后呢, 再考虑这个加仓, 或者说跌到底之后呢, 再考虑加仓, 出现这个放量信号了, 或者是见底信号了一些个, 就是量价的配合吧, 可以说, 到时候再考虑这个加仓, 到了加仓的微点, 或者说到了加仓时机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给您进行这个及时的提醒的,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天天的来听一听, 哪怕就是说吃饭的时间啦, 或者是睡觉前啦, 听一听啦, 都是可以的, 这么说, 也就是说互相互通有无吧, 而且我发现我的这个频道当中呢, 大多数都是可以说各个年龄段都有吧, 而且这个青年和中年呢, 是比较占大多数的, 而且男女比例呢, 非常均衡啊, 基本上一半一半的情况, 所以这个青年的, 像这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呢, 你们呢, 就是有什么需求的话, 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时不时的给大家做个牵个红线啦,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网里边, 有不少的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 还是很不错的啊, 所以这个网友里面有不少是这样的, 可以帮你们联系联系啊, 没有问题的, 您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互相就是通个信息啦, 或者是那个聊一聊天啦, 当然了, 有共同的爱好, 咱们都是股民啦, 有共同的爱好, 是非常容易走到一起的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欢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点击订阅, 留言分享, 转发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呢, 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次再见。